全球十大最狠女摔跤手 这不是平凡的序列罗列 这是强者的神殿 每一位都是挑战极限的火神话 她们的故事 用汗水与勇气 镌刻在历史的封碑上 在这方寸擂台的热血战区 每一次挥拳 每一次过肩摔 不仅是肌肉与技巧的华丽交响 更是心灵与毅力的炽热碰撞 这些非凡女子 以她们独一无二的战斗艺术 和永不熄灭的斗魂 颠覆你的认知 重塑力量美学 将胶若二字狠狠踩在脚下 只留下铁血和桂冠铜灰 另外 还没关注的朋友们 点击关注 即可解锁往期内容 更不会错过后续的精彩 今天这有奇妙之眼 将携手大家一同亲眼目睹 这些铿锵玫瑰如何 在钢铁与汗水的洗礼下 绽放出最耀眼的战斗之花 绘制出永不凋零的传奇画卷 第十名 阿杰 李 原名阿普利尔 珍妮特 门德斯 1987年3月19日出生在美国新泽西 是摔跤界的一个传奇 他的擂台表现力和独一无二的技术 让他在这项运动中刻下了深刻的印记 AJ不单在摔跤场上天赋一饼 更厉害的是他能跟粉丝建立起深厚的情感纽带 他的故事从默默无闻到顶尖选手超级励志 加上他独有的运动魅力和坚不可摧的决心 让他在摔跤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2007年 AJ的职业摔跤生涯启动 两年后加盟WW 2011年正式登场 在Row和Smackdown的舞台上大放一彩 他在WW的时光堪称辉煌 即便后来离开 粉丝们仍对他念念不忘 跟许多女摔跤手一样 AJ最初也以配角身份出现在男摔跤手身旁 但很快 他的光芒无法掩盖 那些惊险的飞身攻击 火辣的招式 还有他每次出场的宣传片 都让人难以忘怀 他不仅拿过女主角冠军 还在WW决定废除这一头衔前退役 那时女子冠军已按品牌分开 AJ在职业生涯中既能扮演反派 也能演绎英雄角色 2015年他宣布退役 尽管时不时有付出传闻 但他现在更多是以April Mendes的身份 支持女性摔跤运动 提到史上最伟大的女摔跤手 阿杰 离世绕不开的名字 他不只是一名运动员 更是一个先驱 用自己的热情和才能持续激励着全球的粉丝 第九名 纳塔利亚 说到摔跤界的皇室 纳塔利亚 奈德哈特必须有性命 她不光是摔跤手 更是活着的传奇 家族背景深植摔跤界 1982年5月27日出生的她 被WW名人唐成员 誉为史上最佳女超新之一 作为铁针吉姆的女儿 她的强悍风格和聪明战术完美融合 这都归功于严苛的地牢训练 那里可是培养了包括她丈夫泰森 既得在内的众多高手 纳塔利亚还跟叔叔布雷特 哈特学艺 擅长家族招牌神枪手 成为WW里降服技大师 她的职业生涯亮点满满 凭借技术和坚强 即使面对激烈竞争 也在摔跤界树立了良好形象 对女子摔跤的巨大贡献 让纳塔利亚在WW历史上 占据顶尖位置 她不仅擂台技术高超 还致力于传承技艺 并与粉丝紧密互动 成为了WW一种 无可争议的女摔跤跤者 她的特别之处在于 卓越的技术和无比的敬业精神 毕竟摔跤血液流淌在她体内 纳塔利亚不仅是擂台上的强者 更是慈善和正能量的传播者 为全世界有梦想的摔跤手 树立了榜样 证明了努力和决心的价值 别忘了她在WW的创举 比如成为首位在沙特电视直播比赛中 竞技的女性多次夺冠 她用行动证明自己是摔跤界的真正偶像 所以 谈论最伟大的女摔跤手 纳塔利亚的名字绝对排前头 她不仅是擂台上的勇士 更是激励全球粉丝的灵感之源 第八名 贝斯·菲尼克斯 贝斯 菲尼克斯原名伊丽莎白·克普兰 1980年11月24日出生 2004年开始她的摔跤征途 她不止强壮 更是职业摔跤界的一股强大力量 贝斯在女子皇家大赛上的霸主地位 以及WW史上最硬核女将之一的名声 让她成为无可争议的明星 贝斯的邪恶魅力 加上她对WW女子冠军的多次统治 让她在这个圈子里留下了自己的印记 就算只是偶尔回归 粉丝们一听她的出场曲就沸腾 证明了她的永恒魅力和影响力 她跟米基、詹姆斯、米歇尔等人的冠军争夺战 让人记忆犹新 特别是2008年 她几乎全年未免女子冠军三次摘冠 彻底改变了女子摔跤的面貌 贝斯是女子摔跤的先锋 为后来者开辟道路 鼓励年轻女性冲破传统束缚 追逐摔跤梦想 她时不时回归参加大赛 和丈夫H组队混合双打 展现她的多才多艺和深厚功底 无论是在擂台上展现压倒性的力量 还是运用巧妙策略 她都能游刃有余 赢得同行和粉丝的尊敬 贝斯、菲尼克斯 她的名字就是摔跤界的传奇 她对这项运动的热爱 通过每一次比赛和每一支宣传片散发出来 她全身心投入 那份热情感染了所有人 说到底 贝斯不只是个摔跤手 她是这项运动的象征 一个真正的传奇 她对女子摔跤的贡献无法计算 未来多年 她激励的精神将会继续启迪 一代又一代的摔跤手 第七名 明日香 在WW 很多超级巨星的故事里都有起伏和挫折 但明日香是个例外 一提起女子摔跤的顶尖强者 明日香绝对是头号人物 她向自然界的力量 从出道就凶猛无比 一路横扫 她在日本习得摔跤技艺 参加各种女子比赛 逐渐形成了独特的擂台风格 粉丝都被她的魅力和精彩动作迷住了 这自然而然吸引了WW的注意 全球粉丝都在呼唤她的加入 明日香的特别在于 她超凡的灵活性和惊人的力量 那腿上仿佛带着电 而且一旦被她锁住 你就别想轻易逃脱 2015年10月 美国观众在NXT Takeover 见识到了明日香的风采 她迅速攀升 与贝利形成鲜明对比 贝利的路走得慢且曲折 而明日香几乎势不可挡 仅用半年时间就在2016年4月 击贝利 夺取NXT女子冠军 而且 她保持了超过900天的不败记录 简直不可思议 这不仅仅是擂台技巧的胜利 更是她独特个性和对摔跤的 全情投入所造就的传奇 明日香的每次出场都自带神秘氛围 从那奇异的物 到她与对手的犀利对视 一切都那么吸引人 但最打动人的 还是她对摔跤的热爱 无论面对谁 争夺什么头衔 明日香都倾尽全力 每次出场都全力以赴 那份热情感染了每一个人 明日香 就是这么一位用热爱和实力征服 擂台的无敌女神 第六名 贝利 贝利的原名叫帕梅拉 罗斯 马丁内斯 1989年6月15日出生 现在WWE的 SmackDown品牌中 以贝利之名大放异彩 她的故事就像电影情节 从一个热爱摔跤的小粉丝 成长为行业内的超级巨星 贝利在WWE SmackDown女子冠军宝座上的380天 至今无人超越 但她更让人惊艳的是 她能自如转换角色 从正面偶像到反派 都游刃有余 她的魅力在于那份感染力 还有在擂台上展现的非凡才能 让她在摔跤界独树一致 贝利的旅程始于独立巡回赛 那时她叫达维娜 罗斯 马丁内斯 2012年加入WW以后 改名为贝利 在NXT展露头角 直到登上SmackDown的舞台 她与粉丝之间的那种特别连接 靠的是她那阳光笑容和不屈精神 赢得了全球粉丝的心 2015年 那个标志性的拥抱和女子冠军的胜利 加上年度最佳女选手和比赛奖项 让她声名大噪 贝利的成就还包括成为 WWE首个女子三冠王和大满冠得主 2019年赢得Money in the Bank大赛 以及在2024年沙特阿拉伯皇家大赛上 创下的新纪录 证明了她的坚韧和技术实力 别看她平时活泼上了擂台 她可是个狠角色 技术 速度 毅力样样不缺 无论是双人组合技还是高空飞波 每一次都全力以赴 第五名 贝基 林奇 贝基 林奇这位来自爱尔兰的最后踢球者 在摔跤世界里踢出了冠军之路 全名利贝卡·奎恩 1987年1月30日出生在爱尔兰的林奇 她不仅是WWE的超级巨星 也是收入和知名度爆棚的摔跤手之一 贝基的故事从都柏林开始 15岁起她就踏上训练之路 最终战上了WWE的巅峰 她起初以利贝卡 诺克斯的擂台名在爱尔兰和北美独立巡回赛上打拼 展现出不凡的毅力和决心 即使在2006年头部重伤被迫离开擂台数年 她也从未放弃 2012年强势回归 并在2013年正式加入WWE大家庭 林奇的辉煌成就包括成为首位在摔跤狂热主赛事中夺冠的女性 同时手握多个冠军头衔 刷新了女摔跤手的收入记录 她的魅力 技术和为女性摔跤手铺路的努力 赢得了同行的尊敬和粉丝的爱戴 北极特别的地方在于她面对困难从不退缩 反而将其转化为前进的动力 她在2005年夺得加拿大精英摔跤赛的Supergirls冠军 2016年又成为了首届Smackdown女子冠军 四度丰厚 北极的战斗精神和拳台上的天赋让她无可匹敌 她将技术 敏捷和独特的魅力融为一体 无论是前臂打击还是标志性的缴械投降所 每次登场都火力全开 在摔跤狂热35的巅峰时刻 她创造了历史 成为首位主赛事获胜的女性 这一撞举不仅对她个人意义重大 更是女子摔跤史上的一大突破 证明了女性同样能成为聚光灯下的主角 第四名 萨莎 班克斯 Sasha Banks 原名Mercedes Varnaudo 1992年1月26日出生 美国职业摔跤界的大咖 她在WW的舞台上大放一彩 被称为擂台女王 萨莎的每次出场都超炫 她在赛场上那飞天遁地的招式 简直就是超级英雄级别的 她的职业生涯 每个瞬间都闪耀着才华和魅力的光芒 班克斯拿奖拿到手软 对摔跤界影响深远 现在 她在AEW用回了本名梅塞德斯 继续她的辉煌 提到她在WW的十年 那是冠军头衔拿到手软的时期 包括多次夺得Raw女子冠军和Smackdown女子冠军 特别是和夏洛特 弗莱尔一起 他们开创了女子摔跤的新纪元 首次在WW付费大赛当头条 比如地狱牢笼赛 展现了女性力量的新高度 不止摔跤 班克斯还跨界模特 代言证明了她多才多艺 2020年 她涉足演艺圈 在曼达洛人中首秀 扮演科萨 李福斯 即便后来离开了WW 她的星光依旧耀眼 之后 她和新日本职业摔跤的合作 再次证明了她的商业价值和成功 萨莎的故事 是关于突破界限 不懈追求成功的 她的运动才能和擂台表现无人能及 就像流星划过摔跤场 美得像是 速度 灵活性加上精湛的技术 让她成为不可小觑的存在 虽然一路上困难重重 但每一次挑战都让她作为表演者 更加成熟 更加强大 第三名 夏洛特 弗莱尔 1986年4月5日出生在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 弗莱尔带着摔跤界的皇室血统 她是传奇人物Rick Flair的女儿 从她踏上WW舞台那一刻起 夏洛特就注定要书写自己的辉煌篇章 经过Sara Delray和她传奇老爸的精心培训 夏洛特2012年正式出道 迅速成为焦点 她不仅是二代摔跤手 更是用实力证明了自己的名字 至今 她已经揽下惊人的14次女子世界冠军 其中包括6次Raw女子冠军和7次Smackdown女子冠军 还有两次女子双打冠军 让她成为名副其实的大满贯得主 2016年赢得皇家大战 更是奠定了她在摔跤史上的卓越地位 夏洛特与萨莎 班克斯共同创造历史 他们不仅在WW付费赛事中 单纲主角 还将女子摔跤推向新的高峰 特别是在摔跤狂热35上 她与贝基 林奇 隆达 鲁西的对决 让女子比赛首次成为WW旗舰赛事的头条 这一战 载入史册 伤病 比如前十字韧带和内侧副韧带的撕裂 还有半月板问题 都没能阻挡夏洛特的脚步 她展现出的坚韧和决心 让无数粉丝和有梦想的摔跤手深受鼓舞 即便现在阴商赞别擂台 夏洛特的名字依然响亮 她的每一场比赛都让人难忘 对摔跤界的贡献无可比拟 夏洛特 弗莱尔 不仅仅是她家族姓氏的传承者 更是通过卓越的摔跤记忆和不屈不挠的精神 持续激励着每一个人 未来 无论她何时回归 都将续写属于她的传奇 继续推动摔跤运动的发展 激发粉丝和同行追求卓越 第二名 丽塔 丽塔在摔跤界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以一张红发朋克摇滚人物图片轰动一时 艾米 杜玛 就是这位传奇背后的真实人物 她在擂台上用勇气和个性征服了观众的心 一切始于墨西哥 1998年 艾米以安杰莉卡·杜玛斯之名踏入摔跤界 在Conseal Mundial的Lucha Libre初次失恋 很快 她转战美国独立赛事 短短几个月后加入极限摔跤锦标赛 1999年 当她签约WWF 真正的辉煌时刻即将到来 2000年 以丽塔的身份 首次站在WWF的聚光灯下 最初与埃萨·里奥斯搭档 但真正让她名声大噪的是与马特和杰夫 哈迪组成的极限队伍 2005年至2006年 她转变为反派角色 成为Edge的经理 丽塔的招牌是她的无谓与创新动作 比如那震撼人心的月球飞扑 每一次跳跃和翻滚都像诗篇般流畅 让粉丝目不转睛 她四度加冕 WWF WW女子冠军 证明了自己的实力 尽管2006年宣布全职退役 丽塔并未完全离开擂台 2007年的回归 以及之后偶尔的比赛参与 都证明了她对摔跤的热爱 2014年 她荣登WW名人堂 之后在2022-2023年间 于贝基 林奇携手夺得了女子双打冠军 创造了历史 成为首位入职后夺冠的女性名人唐成员 除了摔跤 丽塔还在WW以担任制作人和培训师 继续为这个行业贡献自己的力量 她的职业生涯是荣耀于挑战并存的旅程 那些与马特 哈迪和Edge的合作 更是为她的传奇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让她成为无数衰迷心中的最爱 第一名 崔西斯特拉图斯 崔西斯特拉图斯这个名字在摔跤界响当当 她是女性摔跤手的开拓者 用自己的汗水和泪水为后来者铺就了一条金光大道 1975年出生在加拿大多伦多的她 不是摔跤世家出身 却凭借不懈努力 成长为业界的顶尖高手 是个不折不扣的战略大师 其次捧起WW女子冠军奖杯 崔西打破纪录 稳坐史上最佳冠军宝座 她不仅用这些金腰带说话 更重要的是 她一年又一年的提升了女子组的整体地位 为未来的女摔跤手树立了榜样 和丽塔的激烈对决 以及那些让人难忘的Wrestlemania瞬间 比如和米奇 詹姆斯的激战 还有她情感满满的退役赛 特别是战胜丽塔的那一役 都加深了她在粉丝心中顶级表演者的形象 崔西的魅力在于 不管她是饰演坏女孩还是粉丝心头号 总能以一种难以抗拒的魔力吸引所有人 她的冠军统治时期 至今仍是历史的一部分 对摔跤的热爱渗透在她做的每一件事中 不论是意外回归擂台的惊喜 还是亲手培养新一代摔跤手 所以提起史上最伟大的女摔跤手 崔西·斯特拉图斯的名字 绝对是榜单上的佼佼者 她超越了一个简单的摔跤手标签 她是传奇 是灵感的源泉 更是那个勇敢开辟新天地的先驱 为女性摔跤事业铺设了坚实的基石 随着这场激情肆意的回顾之旅缓缓降下帷幕 历史上十大女摔跤手的英勇身影 是否已深深镌刻在每位观众的心中 她们不仅仅是擂台上的斗士 更是勇气与坚韧的化身 每一次跃起 每一次倒地 都是对自我极限的无情挑战与突破 这些女性用汗水与泪水浇灌的传奇 超越了性别与体能的界限 向世界证明了力量之美 展现了无尽的毅力与决心 好了以上就是历史上十大女摔跤手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本期视频中哪个女摔跤手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方评论区留言告诉我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 别忘记长按三秒点赞加关注 感谢你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